2021年4月12日, 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一, 大约3点15分左右 有一间中学, 叫做Tennessee Northville 中学里报告说有一个学生, 他有武器, 因此警察去到 在洗手间找到这个学生, 当时警察叫他出来自首, 他不肯, 结果就开枪击伤了这个警察 事后这个也被其他警员枪杀了, 现在就知道有一个男子, 是那间学校的学生, 现在已经闭命了 他们的州长, 叫做Bill Lee, 他叫这些人, 为这件事祈祷 老实说, 这件事发生了, 祈祷有没有用呢? 真真正正正要做的, 是不是祈祷呢? 真真正正要做的, 是不是应该把枪械问题解决呢? 我今天刚刚跟大家报告了另一宗的枪击事件 就是一个警察截停一个黑人的时候, 拔枪 他本来说拿一个电击枪出来的, 但拔出了真箱 结果一枪把这个黑人杀死了, 现在呢? 我也不知道死者是白人是黑人, 但是学生, 我们同学上学, 在学校有安全 我想这个根本是必须的条件, 是不是? 但是, 我们竟然可以见到, 在美国里面, 在校园里面的枪击事件 屡见不鲜 到底, 美国这个社会, 发生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人民拥有枪械, 比其他人民的生命更加重要? 在事件发生了之后, 是不是祈祷可以解决问题? 我真希望他们这些政客可以, 就能够一些有用的方法出来 叫人祈祷, 是完全对事件没有任何帮助的